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番旗是今天12月6号进行的围甲联赛第八轮 由黑方朴丁环对战白方彭丽瑶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旗搓小木,白旗二连星,大跳 然后先来一个脱退的影视 之后黑旗点赛三,左下,白旗长,黑旗贴住之后白旗没有选择搬 而是飞在这儿,这个下法也有 然后黑旗往右边逼住 左下角这个黑旗敢于脱先,就是因为已经活了 白旗比如说马上顶了黑旗搬毡,白旗还得再补 白旗如果说二路搬毡,那黑旗顶一个 二路搬了之后再立,白旗外边还得再补 黑旗都是先手和旗 所以说白旗也先不走 右上这里点过来,等黑旗压住之后再往三路脱 这个是已经见过很多次的一个套路 这个旗行也被研究的比较透彻了 接下来黑旗脱先,底下二路搬毡,白旗虎一个,黑旗再点脚 开局的话,这个黑旗还是疯狂的捞脚空啊 之后白旗搬定型 一般来讲这个黑旗会选择反搬,先把脚空给拿稳 不过这个时候如果说搬在这儿被白旗断了之后再打 接下来不管黑旗怎样定型,白旗配置都不错 比如说你这个体调,白旗沾也行,虎一个也行 跟底下配合都很厚 然后黑旗如果说断打在场呢,白旗飞出来作战 白旗也不虚,因为这个首先很厚,而且模样围的也很大 所以说这个打了之后虎也是要看周围配置的 接下来白旗搬,打吃,黑旗沾上,把方向转向左边 然后白旗拖先,右边搬出,黑旗拆一个 下一手棋,白旗直接跟着拆过来不太好 因为这个后市就拆这么近的距离,肯定是不能满意的 也降了胜率 这个地方AI的建议呢,就是直接掏进去 靠一个,黑旗挖沾,白旗就虎 他打吃就沾上,反正黑旗补外边的话 白旗贴三三活了,打吃在里边 白旗还可以打出来,这也不怕 实战的白旗拆过来,不过这个都有小问题了 黑旗底下顶一个交换,右边再长 这个地方白旗就直接联络了,也是正招 因为你多贴住一下,黑旗长交换其实意义不大 还是得连回去,黑旗可以补上你 因为你要是再冲出来的话,很明显 黑旗这个地方搬,断打挡住先手,把白旗给分断 外边再一挺头,那白旗作战的话 这三颗子就非常吃力了 所以说白旗直接连,外边保留位子 黑旗虎一个 之后白旗左边逼住 黑旗贴出,白旗右下一挤 然后把左上这个段给剥了 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黑旗往外边碰 这手骑士AI的一选,局部的手进 那白旗最好的应对当然也是就非常 朴实的往这个二路去冲 然后黑旗搬,白旗这样爬回 这个爬二路的话看上去好像很委屈 但是关键黑旗外边补一手也不是很厚 比如说虎在这,白旗点过来 这个旁边还有挖断 他得一补,然后白旗就这样攻击 一边攻击一边发展中间的这个潜力 白旗也完全能接受 实战白旗班上面的话呢 黑旗停投 再冲下来黑旗一断 这样下的话白旗打算这个弃子取势 接下来白旗压 黑旗成一个 因为你从外边打了之后冲 黑旗挣子有力啊 他断上去你挣不掉呢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既然这么下的话白旗继续压过来 黑旗挡住赤子 白旗打了之后 再往底下去搬 这个旗先交换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如果说你走其他的 以后这个黑旗搬你只有长 然后再爬你还只有再长 先搬一个话呢 这个黑旗挡住 比如说你再走其他的 以后黑旗要打你就可以反打 他提掉你就可以沾了 这个底下就严严实实的包扎好了 所以说这手棋是非常细节的一手 而且要比这个利好 因为利很明显是个后手 黑旗脚上活了 搬的话他不走往里一爬 然后脚上再一搬 黑旗就死了 这个地方先手交换完周 白旗逼住 开始围着了空 黑旗肯定要打入境来了 如果说就右边出头的话 首先被白旗这一拖就非常的难受 你不能搬 搬的话打吃外边被穿掉了 虎过来的话还要遭到白旗这一次 刺完之后沾上白旗还可以跳在这儿 因为他也不太怕被黑旗挖 挖的话白旗成 走这儿就断上去 黑旗也够呛 所以说被白旗这么围 黑旗就 时空还是不太够 实战 黑旗直接打进来 白旗跳出反击 黑旗再断 这个地方也是直接就谈不拢了 白旗挺头 黑旗长一个 然后白旗肩顶 黑旗再断 这个旗要注意啊 白旗不要 一冲动就断上去 因为黑旗左边像这种小肩是先手 要斑断白旗 你得补 他底下可以长下去 这个旗白旗 直接跟黑旗对杀 肯定杀不够 然后你只有这样 这个打吃之后再冲 然后上演一出 这个苦肉机 利用黑旗外边要补 然后再从底下搬过 但这样下的话 外边已经太损了 黑旗如果说活出来一块 白旗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白旗忍一手 护回家 黑旗左边小肩 白旗顶住补掉这个斑断 黑旗刺一下 白旗二路斑先手 粘上 然后黑旗再飞 这样黑旗也算是比较的成功 通过这个反攻白旗的这个外势 在里边自然活旗 然后白旗虎一个 接下来AI的一选是斑起来 但是这个旗人类来下的话 很难有这个感觉 因为里边很薄 白旗有这种点啊 断啊 然后AI的意思就是 里边全部弃掉 把白旗给包进去 但这样下的话 只能说 这个层次确实高 难以理解 毕竟这个里边还是比较损控的嘛 实战黑旗长一个也是比较 正常的一个思路啊 只不过胜率稍降 白旗飞 黑旗底下 再长 然后再跟着飞 接下来这个彭利尔选择 右下角的这手二路点啊 这手棋也是 令这个 朴丁环陷入了场考 这个棋白旗什么意思呢 就是实战黑旗也是挡的 挡下来之后 主要是 就是外边 白旗现在冲肯定是没用啊 冲的话 黑旗可以断 这个地方白旗真子不利 但是一旦 像中间这里多了一些子 可以起到引针的作用 那就可以 这个 同时威胁黑旗两边 特别是对于中间大龙的 这个影响 那实战黑旗还是挡 因为这个棋 绝无可能忍耐 你这样沾的话 以后被白旗爬了之后再顶 以后这个脚上半沾 还是先手 这个黑旗肯定是受不了 还是要挡 不过接下来 白旗的这个操作 可以说 不太好 AI的选择 白旗掉在这 然后黑旗上边 补断白旗再 继续破眼 然后差不多就 底下直接 这样去弃掉之后 包扎住 不过这个棋 也是比较难以理解 就是主动放弃 中间的这个影针 然后在右下去 这样定型 确实不太能搞得懂 那实战白旗冲断 冲断这个的话 给了黑旗右下 补齐的一个机会 就最简单的 黑旗打了之后 往底下一补就行了 中间白旗拐头 黑旗再一尝 也是稳稳的活旗 实战 黑旗还是 想补 不过他追求更高 是刺在这 要求先手补 然后再往中间打持 他还要再出头 当然底下 这手刺跟白旗 沾上交换 肯定是非常亏的了 直接伤到里边的旗了 不过为了出头 黑旗也是 反不了这么多 接下来一路 推过去之后 白旗再尝 这样的话 他想破掉白旗招的潜力 不过同时也把白旗 撞后了不少 接下来 黑旗往左边 跳刺 威胁白旗的断 白旗底下 这手挤也是命中的 ALH 这个挤 反正让黑旗难受一下 正常来讲 黑旗还是应该团 团的话 反正白旗 左边只有一只眼 终归还是要 沾这个去补齐的 只占 黑旗没有团 这个 他可能是不想 卖外边的这个味道 很有可能以后 比如冲过来 逼迫白旗在里边去做活 然后黑旗说不定还要对 白旗中间这一块有想法 毕竟以后一贴就能分断了 所以说黑旗并没有这样去交换 走的是右上这手拐头 然后白旗底下肩顶交换一手 黑旗立下去 不过左下这个 吼一个没有下的话 这个白旗有断的便宜 就应该马上交换 这样黑旗打了之后沾 白旗里边打持先手 再往这贴住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铺了之后打持 滚薄 那黑旗不能沾 沾的话被一气收 他只有吃进去 那以后白旗提这个都是先手 这边有木树上的一个便宜 可以马上交换掉 当然你这个比如说右下这里刺一个先手 从这里打持不可取的 因为从这儿打黑旗一沾 你这样去打持 黑旗可以直接尝出来 白旗再冲他就回过头去断 这样白旗不行 反正能吃三颗 白旗已经就可以满意了 实战白旗也没有断 这个走的是上边的打入 一直下到这儿呢 这个胜率黑旗就 刚才也是暂时稍微领先了一下 我基本上还是一个五五开的局势 之后黑旗往上靠压 白旗长 黑旗在飞风 这个里边确实白旗不太好 直接活 比方说最容易想到的 这里的二路搬 打吃先手 这里翻打 二路飞 贴住先手 上边这里打吃 关键是黑旗就这样反打 点进去杀 白旗局部也不活 最多是杀起来可能味道不太好 实战白旗往这儿掉一个 这个旗希望黑旗补 那白旗确实便宜了 实战黑旗肯定要反击 不过黑旗稍微走的偏差了一点 这个旗一选的是尖顶 实战走的是这手飞 一下子又降了胜率 这个地方 AI的这个判断还是非常严格的 主要是你插了一路 看似好像并无大碍 但是直接影响到白旗做活的这个可能性 接下来白旗贴出 黑旗变一个再次降胜率 这个时候白旗胜率来到80 直接反超 然后白旗沾 黑旗再挡住 接下来白旗这手跳刺 下的是非常漂亮 这个旗也是直接 击中这个黑旗最薄弱的地方 因为如果说他冲 白旗这个时候有一个二路扳之后 再断的这个操作 这样黑旗沾 白旗可以从这儿打了之后再沾 那右边这个断点 黑旗不太能断 因为他再断打上来 白旗反打完之后再一冲 马上这个二路要扳过 他要是立下去阻度的话 脚上这个打了之后再拐打 又出奇 这样黑旗提 白旗可以往这儿一挡 就把这黑旗给反杀掉 冲不行 黑旗如果沾的话呢 白旗可以双在这儿 这样的话 黑旗仍然是断打 那白旗可以这样 沾上之后 等黑旗沾 封锁之后 直接从中间冲断 这个地方也变得非常的复杂 就要看这个对杀了 这个对杀一定要 好好的去算 比如说黑旗从这儿打 白旗尝了之后 黑旗中间内补 那白旗上边还有这种 二路飞之类的 这个 长期的手段啊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对杀 有点看不清 不过实战 黑旗这个下法也太软了 直接打持在这里 打持在这儿的话 白旗二路一飞 黑旗还是没有敢挡 这个地方不知道 为什么朴宁环 选择这么怂的一个下法 这个都不敢挡 然后肩在脚上 被白旗连回 那这样的话 黑旗胜率一下子就到各位数了 这里复杂归复杂 但是双方都存在着 这个杀掉对方的机会 不过黑旗选择了逃避 那接下来 黑旗提掉 后面就进入到收关了 白旗挤一个 黑旗在乎 打持 先手 黑旗沾 白旗也是带着 比较小的优势进入到关子 右下利先手 上边挡住 黑旗沾 白旗往中间飞刺 威胁大龙 黑旗贴住 这个地方要硬杀的话 杀不了 比如说你挤在这儿去破眼 黑旗观念有最终冲 白旗不敢挡 挡的话被黑旗断打完之后再贴 像这个地方 白旗能不能跑都是个问题 以后黑旗飞风 包括像这里交换完几手之后 这儿扳也要把白旗给断开 所以说由于有这个黑旗的冲 白旗现在破眼没什么用 实战是冲这个 然后中间飞刺 这样的话就等于说 把黑旗中间这颗子 给他加持住了 同时威胁黑旗上面的断点 黑旗顶一个之后 因为白旗已经补了 你要是再敢补上面的话 比如说这儿一旦落一个后手 或者说你直接单瞻 那白旗很有可能就 恰进来要强杀了 所以说黑旗赶忙 往右边去搬出头 那白旗断在上面 黑旗飞 白旗团了之后 打持补齐 然后黑旗挑回 接下来白旗往右边断 黑旗长 白旗先贴住 保证右边的这个空的完整性 等黑旗拐打出来之后 白旗再长 接下来黑旗搬 也是一边联络 一边破眼 白旗飞一个 黑旗还要顶进去破眼 白旗这个时候也是下得非常细腻 临危不乱 先往上夹一个 这个旗好急 黑旗如果说就这样硬冲 往前沉的话 白旗最长 黑旗要出问题 你这样把白旗拐进去 白旗再咔嚓一段 这个黑旗要死 沾上的话 白旗就上面断就行 或者说 这个靠也是直接的把四颗子给吃掉 所以说夹在这 黑旗直接沾 白旗右边冲一下 打吃 先把眼做出来 黑旗往底下冲 然后选择右边联络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补一手呢 就是如果说你把白旗冲断的话 首先白旗中间随时可以活 而且他不用补 有这手恰的妙手 这一恰之后 黑旗打吃 然后白旗可以提掉仗 把黑旗右边这个四颗子给他割下来 有这个联络的问题 所以说黑旗补了一手 然后白旗从中间联络 这一联络之后 也同时把黑旗大龙切断 所以说黑旗底下 打吃完之后团住 作活 因为连这两颗子会遭到白旗这一恰 这个黑旗气不够 团住 然后白旗往左上跳一个 黑旗在团联络 白旗右上搬沾 黑旗底下假死这颗子 白旗沾 黑旗上边冲 再冲 白旗冲 你要断的话 这儿断打完之后吃掉两颗子 黑旗不行 就是说黑旗沾这个 白旗再沾 黑旗右边搬 白旗贴回 一路搬沾先手 上边冲一下 白旗顶住 旁边这颗子一跑 白旗打了之后 中间再冲 黑旗挤先手 白旗团这个 黑旗断打完之后连回 白旗右边一打 底下一路搬沾先手 黑旗活脚 白旗右边在一起 黑旗连回 底下贴住 最后往右下角这一起 走这儿黑旗就直接认输 这个也判断比较清楚 因为旗旗走下去的话 这儿打吃之后 你得补这个断 这颗子还会被白旗断吃下来 这样的话 反正收到后面 差不多就是黑旗 盘面四目旗样子 这个旗已经没得翻了 那这盘旗呢 也是相当的精彩 双方下的也是比较的激烈 特别是在右上这里的争夺 但是恰恰在这个胜负处的地方 黑旗是选择这个 想求稳的下法 但正是黑旗 这个求稳的下法 导致后面下的都过缓 可以说错过了这个 跟白旗在这儿对杀的一个机会 把白旗放跑之后呢 那这个旗黑旗的空就一直不太够 后面关子阶段 彭丽瑶也是滴水不漏 没有给黑旗翻盘的机会 好 那这款旗就给旗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了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